这也是很大的快乐 很大的幸福啊 大家要知道吗 早晨起床 在这个地球上 有很多人就起不来了 这个有科学数据统计 就是每一天躺在床上 第二天再也起不来的人 不是用千来算的 是用万来算的 有几十万人 每一天早晨就离开的 我们出去旅行 还能够平安的回来 这也是很快乐的事情 有很多人出门遭受意外 我们居住在这个地区 生活的很安稳 没有灾难 跟其他有灾难的地方相比 不也是很快乐吗 当然 我们不是说看到别人有灾难 我们自己没灾难幸灾乐祸 不是 我们要懂得满足 我们多么幸运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自己要多想一想 那个九十九 不要老想那个一 当我们感觉不足的时候 马上回过来 哎呀 我缺的不就一个吗 我现在有的是九十九个 为什么不快乐呢 我有九十九个理由快乐 为什么为了一个理由不快乐呢 想到这一点 马上就能够 转苦为乐 这个就是 我们在生活中 虽然会遇到很多不容易的遭遇 同样可以回过头来 把内心的快乐 给找出来 内心才是快乐的根源 并不是外面啊 当然外面的生活 也很重要 可是 我们用什么心态 去面对外面的生活 才是更重要的 当我们有了这样健康乐观的心态 回过头来 再去面对现前的生活 有钱会更快乐 没钱也同样快乐 那有人说 没钱快乐什么啊 没钱穷开心啊 大家不听过 穷开心 我胜的只有开心 为什么不快乐呢 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啊 有些没钱的朋友啊 反而比那个有钱的更开心 什么缘故 没钱 不用担心 人家来抢啊 晚上睡觉 门都不用锁 为什么呢 家里面没什么纸钱呢 那么有钱人呢 可能请了很多保镖 住的是身宅大院 层层保护 还睡不着觉 干什么呢 担心晚上有人来抢他 出门 担心有人打劫 你说多累啊 所以 这个真正的喜乐啊 并不是在外面能够得到的 关键在心态 我看到这样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有一个富翁 有一次出去做生意 住在一个城市 他要住一个月 住在一个酒店里面 然后白天出去办事 晚上回来休息 他每一天早晨 从酒店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啊 这个酒店对面的公园里 一个长廊上 躺着一个乞丐 躺在一个长板凳上 在那边 在那边眼睛盯着他 他开始没在意 后来每天都看到 这个乞丐都这样 他觉得很奇怪 有一天呢 就专门 找到他 问 他说你为什么每天都躺在这里 看着我 他说我不是看你 我是看那个酒店 这个富翁就觉得很有意思 问他你为什么看酒店 他说啊 我每天躺在这里睡觉 都是一种享受 白天啊 我用我的生活方式 来维持我的生命 晚上啊 我就回到这个长板凳上睡觉 睡觉之前 我眼睛就看着那个豪华酒店 我就想里面最舒服的一间房子 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一睡着呢 我就发现 我真的住在总统套房 里面是应游尽游 哎呀 我什么都能享受得到 醒来的时候 眼睛一睁开 我就发现 我从酒店里面 又回到这个长板凳上 所以我感觉 好像是真的一样 我要多看看 每一天都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生活挺不错 这个富翁啊 看到这个乞丐 很可怜 说你单单这样想 你也享受不到啊 这样吧 我在这个酒店 给你定一间总统套房 我在这一个月 你呢就跟我住同样的房间 同样的待遇 让你满一满这个月 心想事成 梦想成真 这个乞丐呢 也很高兴 终于啊 美梦成真了 于是啊 当天晚上就搬进总统套房 可是谁晓得 第二天一大早 天不亮 他就跑出来了 还回到这个长板凳上睡觉 富翁一出门又看到 他还在那个长板凳上睡觉 奇怪啊 就问他 总统套房为什么不住 跑到这里来睡觉 他就说啊 我不能住总统套房 什么缘故啊 他说我躺在这里 一睡着 就住总统套房 可是我躺在总统套房 一着就睡长板凳 我在做梦的时候 都是在睡长板凳 以至于 我在那个总统房间 睡不着觉 所以我感觉 还是回到我的这个板凳上啊 睡得更舒服 哎呀 这个富翁啊 看到之后啊 觉得这个人 也挺有意思 他用他自己 独特的生活方式 去享受人生 虽然 在我们看来 他好像是 自我安慰 可是 我们在生活中 很多时候 又何尝不是 在自我安慰呢 生活不过 就是一场梦 晚上睡着了 躺在总统套房睡着 跟躺在大街上睡着 大家说有什么两样 只要睡着 没什么两样 如果躺在总统套房 睡不着 睡着了还要做噩梦 还不如啊 躺在那个长板凳上 睡着了 去住总统套房 其实啊 这个有趣的故事 给我们说明的 就是一种心态 心理感受 一个贫穷的人 他过的生活 可能不富裕 但是他的心 很充实 好像总统一样 那个生活的非常富裕的人 他的心感觉的不满足 好像乞丐一样 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当然 故事有些时候啊 总是有些夸张 但是他能说明很深刻的道理 我们在生活中 现前的生活 不管怎样 最重要的是调整心态 我们在生活中 要懂得 开发 内心里面的喜乐 不要因为外面的遭遇 而产生 烦恼痛苦的想法 哪怕遇到不好的遭遇 自己要懂得转心态 有些不好的遭遇 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会发现 它会带来很好的效果 所谓 晒吻是麻 胭脂非福 我们在生活中 要常常学会一句话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要说太好了 然后就说 这也会过去 什么事情 很快就过去了 太好了 有好多故事 现在在中国 有一个教育学家 他专门推广一种教育 教导小朋友 培养乐观的心态 遇到什么事情 先说太好了 比如今天出门下雨 太好了 这么热的天气 终于下雨了 明天出门又大太阳 太好了 好久没晒太阳了 今天到此地来 是不是太好了 可能有朋友想 好什么啊 坐在这边这么无聊 讲得又这么烂 赶紧讲完赶紧回家 这就太好了 你这么想也不错